穿著橘色上衣的阿貝 在公園溜滑梯旁走來走去 更不時往小朋友方向靠 如今他被家長投訴 亂抱小孩 他就突然從旁邊走過來 從我最小一歲的 一歲弟弟的後面 從後面抱起來 抱起來之後 我馬上過去跟他講說 不要抱他 不要抱他 我講了三遍 然後他抱起來之後 我講了三遍之後 他才慢慢把小朋友放下 當時弟弟就在被樹擋住的後方 橘一阿貝就是這時抱起一歲男童 左邊的家長發現後 立刻過去制止 可以看到姐姐 也趕緊牽著弟弟到旁邊保護 我馬上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抱我的小孩 他也不講話 然後笑笑的自己走到旁邊 警察跟我說 他住在附近然後喜歡小孩子 所以他這個動作 應該是沒有惡意的 事情發生在11月23號下午4點左右 新北市中和的父姓公園 當時家長有報案 但警方到場後 局醫阿貝已經離開 警方表示 這位阿貝是一位58歲的秋姓遊民 我會很緊張吧 因為他 你也不認識小孩子這樣子抱 怕直接抱走了 就直接走了這樣子 對 很恐怖 很恐怖 現場掉在監視器後 發現是秋姓遊民 已派遣遠景置該住處住控 並加強周遭巡視 實際來到現場 周圍有很多長輩在公園旁邊坐著聊天 父親居民表示 這邊常有遊民 抽鹽喝酒 不進到公園 其實不違法 只是騷擾到小孩 甚至肢體接觸 就不應該 這位局醫阿貝也已經被家長提出 強制罪告訴 三藝圈許莊有尋覽 新北報道